接下來我們要來解說呢 這個叫做子母前河 當然也有人叫做 河中河 現在呢這裡有一個小布袋 還有一個這個管子 這個管子呢是這個 秘密通道 就是硬幣 放硬幣然後呢 可以從這個管子這邊出來 這樣子 好那先把這個管子呢 放在這個布袋這邊 然後用橡皮筋 把它 擋起來 像這個樣子 好接下來 把它放在小盒子這裡 然後呢 把它蓋起來 不要讓這個布袋跑出來 把它蓋好 好 橡皮筋 放起來 好就像這樣子 好接下來 大的 蓋起來 蓋起來 好 這個呢是表演前的準備動作 就像這樣子 好準備好 那這個後面有一個掛鉤 然後呢你必須呢把它掛起來 掛在衣服裡面 衣服裡面 或者是 掛在 掛在這個箱子裡面 一個準備一個小的置物箱 放在箱子裡面 或者是 放在 口袋後面 好把它呢這樣 這個掛起來 然後拿的時候 然後拿的時候呢可以這個抽出來 好 這個往下抽這樣子 好那 可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準備好之後是不可以讓觀眾看到的 它必須先 把它藏起來 放在桌子底下或者是放在 這個 衣服上面 好 好 掛起來 好要把它掛起來喔 好 那現在呢 開始表演了 首先呢你可以準備這個貼紙 好 那一定要準備貼紙 然後呢在這個 請觀眾呢在這個貼紙上面呢做一個記號 好 把它貼在裡面 好 這個表演呢一定要做記號 這個表演如果不做記號呢 這個魔術就不會神奇 好 一定要在這個硬幣上面做一個記號 好 接下來 你必須先把 這個硬幣做 先做好記號之後呢 接下來你必須把這個硬幣呢 好 做一個消失的動作 好 那 假裝放在左手 其實沒有 它就還在右手 好 那 這個動作呢非常重要 好 就是 把這個 硬幣呢 假裝交到左手 然後呢 石器上呢 沒有放進去 好 再一次呢 放在這個 食指 跟中指的地方 用大拇指壓著 然後 假裝交到左手 然後呢 接下來 再 假裝把它交到左手 好 接下來呢 再把這個硬幣呢 偷偷的放進去 這個 道具這裡 這個管子 好 放進去 好 跑進去 然後呢 因為這個 這個是掛著的 好 這個 剛剛說要掛著嘛 然後呢 你放進去之後呢 再把它往下抽 把它 抽出來 好 抽出來 然後呢 你抽出來的時候呢 你拿出來的時候 是拿這個盒子而已 這個東西 是遺留在這個 好 裡面的 不可以讓觀眾看到的 好 拿出來的時候 只有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這個時候 其實硬幣就已經跑進去 那個小布袋裡面 好 然後拿出來之後呢 你再跟觀眾講說 剛剛我手上有一個硬幣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給它撕一點魔法 它就不見了 好 那硬幣跑到哪裡去呢 喔 會不會是在這裡面呢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好 請觀眾呢 把它打開來 或者是 魔術師自己把它打開來也可以 打開 欸 還有一個小盒子 再把它打開 有一個小布袋 好 那 這個小布袋裡面呢 就有一個東西對不對 好 看看是不是剛剛那個硬幣 倒出來 欸 沒錯 就是剛剛做記號的那個硬幣 那 如果那個硬幣上面沒有做記號 你表演的時候呢 從這個布袋裡面倒出來 那如果沒有做記號 當然觀眾就不會覺得神奇 他會認為說這個硬幣呢 是不是剛剛他做記號的那個硬幣啊 所以呢 一定要做記號才會神奇 好 好 以上就是 子母前的 好 好